财团法人博佑社会福利基金会数学教学影片 本影片由鸿海教育基金会赞助录制 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5节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例题2.5-14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是这一题的图形 题目说呢三角形ABC当中 在这个三角形ABC里面 AB大于AC大于BC AB边大于AC大于BC边 则角A角B角C的大小关系为何 比较角A角B角C 三个角度的大小关系 来看一下题目给的条件 这个三角形里面 AB大于AC大于BC AB边 B边大于AC边 大于AC边 大于BC边 好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题目是三角形的边跟角 边跟角 边跟角 边跟角的关系 对不对 那还记不记得 在这一节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当中 我们学到什么 大的边对的角呢 是比较大 小的边对的角是不是比较小 大边对大角 也就是说小边对的就是小角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看 AB边最大 他所对的角 是不是角C 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角 然后呢 AC边 是第二大的 他对的角B 是不是就第二大 BC边 他最小 他所对的角度 角A 是不是就是最小的角度 对不对 所以 我的角A角B角C 大小 角C最大 角B第二 角A呢 就是最小 是不是 我根据三角形 大边对大角 小边对小角 就可以知道 角A角B跟角C的关系了 对不对 那现在 我就将我的解题的过程把它写下来哦 好来 三角形 ABC当中 我的AB 大于AC 大于BC 大于BC 这个部分呢 是我的 椅子条件 那根据这个椅子条件 我就可以知道什么 是不是我的角C B就大于我的角B 就可以大于我的角A 为什么呢 AB边 他对的就是角C AB这个边 他对的就是角C AC边呢 是对角B AC这个边 就对的角B 最后BC边呢 他就是对的角A BC边 他对应的 对的就是角A 所以 角C 就大于角B 就大于角A 为什么呢 就是三角形 大边 就对大角 所以我就得到了 角A 角B 角C的关系 就是角C 大于角B 大于角A 博友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本影片由鸿海教育基金会 赞助录制 请不吝点赞助录制